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色轿车时隐实现的刻意后排 警方该如何判断 案情突转 气球的巧合 警方周旋 结尾最终被缉拿归案 百万结案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转到的对着我们的司机转到的在后边 我们两个就吓得就躲在一个座上 那人就拿着刀的指着我 这里是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公安分区 坐在侦察院面前的三个人 分别是东营市某公司会计徐某 王某和司机门某 此刻他们满脸惊恐 讲述着发生在上午的突发事件 眼前的三人情绪激动 他们在一次正常的公司取款时 遭遇击匪 被抢现金103.6万元 作为从事了多年刑警工作的侦察员 也从未遇到过数额超过百万的抢结案 而案情还要从2013年9月11日上午说起 2013年9月11日 是山东省东营市某公司员工发工资的日子 按照惯例 会计科科长徐某 带着会计小王 乘坐公司的别克商务车 到东营市某银行 按照前一天与银行的预约 提取现金103.6万元 每个月的那个时间 都会去取一笔数额不菲的那么一个先进 用来发工资 取现金就是为了更快地发到员工的手里 人工资计划 要我们也在银行里取钱 出到2013了 9点半左右 会计科长徐某取钱出来 司机门某 驾车 载着会计科的徐某 王某 和装有103.6万元现金的旅行带 驶离银行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危险就在前方不远处 挡带着 就是在西谷路和黄黄的交叉路口 这时候上去两个人 二刀子把他们劫持了 这两个人高度 就是现在都长高 长度高 上次穿一个体屈 下次穿一个厚 一个拿正长高 一个这么点身挺轻的 我们两个就瞎了 就是我了一个多少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是车上的三人顿时慌了手脚 只能按照街匪的指示 顺服地将车开到一处荒地上 把他们逼迫到一个空场地 然后把他们都翻盘起来 给他们戴上偷套 然后就把那两包钱都拿走了 半个小时后 三人被路过的百姓解救 随即报案 山东东营是胜利油田的所在地 很少有抢劫案件发生 而这起数额巨大的抢劫案 居然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是东营警方感到案情的严重性 半滑劫案件立即赶到现场 对三人被截止的空地 进行仔细的勘验 然而在这片被截止的空地上 线索所剩无几 大发现的其实也很简单 它就是街上有一些车印 一个泥地往那里 声音比较多 一个泥地 然后有几个车印 后来他们仔细找了找 发现几个鞋印 但是这到底是谁店所说 案发地点 街匪没有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随后侦察员从取款路线着手 仔细查找案发上路 三人取款后 所行走的路线 并迅速封锁 东营各大高速公路和国道 寻找 可能还未逃出 东营市境内的劫匪 还原提款车辆 所行走的路线 我就领导 一个女的铺了那个银行 之后呢 验个她走的路线 一直到案发现场 另一方面 侦察员在银行周围进行调查 并对有可能发现的线索 进行批取 透过的情况 当时说怎么案发的 在哪位置 当时这个 受害车辆的行驶路线了 从哪里提到钱 与此同时 专案组对三人的取款时间 进行细致的核对 并对现场的工作人员 进行了走访 尤其他们的大客户嘛 银行他们都可以印象 了解一下 就是说在他取权的过程中 基本上没有可以 侦察员一方面 对现场周围所有的线索 进行仔细的提取 另一方面 根据办案经验 对这起百万抢劫案 进行了初步判断 我们首先就想到两点 第一 这银行主委可能 这两天的时间 有可能就有人在顿收 有没有这个取款的 就这样 四季端 另一种呢 就是 默默人 得到 真确的消息 默公司 或者默人 明天到什么地方取款 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测 此类抢劫案 一般劫匪都会遵守在银行附近 当看到有人员大额取款时 便被随在取款人身后 自己进行抢劫或盗窃 然而 在被银行进行走访后得知 某公司会计科长徐某 在前一天 就已经预约了第二天的取款 并在案发当天上午 银行刚营业不久 就将103.6万元 现金取走 取款时 银行里并没有其他人员在场 专案组通过调查发现 2013年9月11日上午 驾车司机门某从公司处罚 在香气街上 本单位会计科长徐某 和会计王某后 开车到济南路银行取款 去到现金以后 顺着济南路到达西四路 随后从西四路向南 驶入黄河路 然后右转驶入西五路 就在西五路路口等红灯时 被劫匪截止上车 但遗憾的是 位于西五路路口的监控探头 并没有拍到劫匪上车的一刹那 这个监控阵后覆盖不到这个地方 覆盖不到这个路口 更加让侦察员感到奇怪的是 从始至终 似乎都没有看到有尾随车的 那么这两个上车的劫匪 是从何而来的呢 安静的油厂 某公司财务人员正常取款 突然被劫 毫无迹象的案发 劫匪为何能准确找到 解款车辆 侦察员仔细辨别监控路向 一一排出作案嫌疑对象 专案组深入调查走访 案件线索逐渐清晰明朗 百万结案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2013年9月11日上午 山东东营发生一起抢劫案 涉案金额达103.6万元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地 对案件进行侦破的时候 这起发生在中兴城区的 现金抢劫案 瞬间被传得沸沸扬扬 给当地公安机关 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这个因为中兴城区 在我们不应设 中兴城区 这个 那首门确实 等着中兴城区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发生这么大的灵状件 如果不在短时间 就把它迅速登康的话 肯定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专案组立即对周边监控 进行了梳理 并有针对性的 对重点车辆进行排查 我就安排我们一个证察员 我说你给我招 和这辆车适中办行的 这些车辆 然后从这车辆中 给我招拿下车 招管家牌的 打指挥板的 这个四级UV状的 证察员仔细辨别 行驶在区块车辆附近的 每一辆车 却一一排除了 这些车辆的作案嫌疑 这让所有侦察员 战到蹊跷 案情分析会后 专案组决定 扩大范围 从周边街道 寻找可疑的尾随车辆 很快 一辆深色轿车 进入了侦察员的视线 就是我们在分析 这些所有车的车 发现那个车 啪 跳透了 经过那个 刀里敲上 就往北行里 五百多米 跳透回来了 就看他这个车 没有跳透的一句 干什么去 又不是房来 后边又没有 注意他的车 从监控录像上看 受害车辆 与这辆深色轿车 并没有在同一条街道行驶 但在受害车辆取钱后 行驶到七五路口 准备左转时 深色轿车 诡异的掉头行驶 进阶站 侦察员在画面中 又有了新的发现 就跳透一吼 又被敲烂 这时候边的车 已经绿灯放行了 它又被敲烂 是框红能经过 因为它超过了 好几档车 显得特别着急 但是我们就对这个车 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把它拉进以后 就路上拉进以后 刮一下 还有下一车两点的 小孩院 在有枯杆 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 在有枯杆 就是 不是很重要 深色轿车 诡异的掉头 闯红灯 自己戴口罩 并打开遮阳板 许多细节 使这辆轿车的嫌疑 骤然上升 经过多次查看 发现一辆可疑车辆 悬挂车牌是 鲁CEL585 车牌的确定 立即使侦查方向 明朗起来 通过观察 这辆可疑车辆 为紫色东方轿车 侦查员立即调取 鲁CEL585号牌的车主信息 却发现 劫匪对此早有多一次 当侦查员找到这辆 鲁CEL585 本田雅阁车主 王某时 王某称 早在一年前 车牌曾丢失过 并向派出所报了案 侦查员暂时排除了 王某的嫌疑 与此同时 侦查员兵分两路 一方面调取 近一年时间内 悬挂鲁CEL585车牌的车辆 在省内的行驶轨迹 另一方面 在东营程序内 调取监控录像 查明这辆 悬挂假牌照的轿车 进入东营境内 和离开的时间 到咱们东营 这个高速管理处 调取了监控 发现这个 五八五 这辆车 上了高速 而且向南 一路 这个 驶向了青州 从青州 向了高速 这个消息 让所有侦查员 都感到异常兴奋 紧接着 侦查员调取了 案发前的 高速路口信息 果然 这辆悬挂 鲁CEL585的车辆 再次出现在 画面当中 这个鲁CEL585 这辆车 是9月10号晚上 21点49分 从青州北 就是畅神高速 我们这边 叫东青高速 青州北上高速 然后到22点29分 在东赢站 下落宿 然而 令侦查员 感到奇怪的是 9月10号 22点29分 东赢高速 收费站的 甲口监控 是这辆东风小车 最后一次 出现在侦查员 视线当中 从这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踪影 由于高速路口 距离城区较远 监控摄像头 并没有完全覆盖 侦查员分几路 追查 紫色东风轿车的下落 终于发现 这辆车 下高速后 选择了一条 极为偏僻的路段 在没有任何 监控设施的情况下 在某建材市场的 工地上 停留了一行 一直到自日上午 七点左右 这辆紫色东风轿车 才开出工地 停放在距离 取款银行不远处的 一个活动内 您看不见吗 它进去的时候 我们的车 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虽然 档次进去的时候 车半看不到 但是我们对这个车辆 这个特别的特征 进行足够分析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车 特征非常的相似 面前带来的互同的出现 因为互同带往那里 带往那里 不是个死互同 它就出不来了 监控画面显示 质量悬挂 鲁CL585的东方轿车 从早上七点左右 进入这个活动 一直到上午9点35分 才缓缓驶出 直接向抢劫地点 西武路驶去 而这个时间 恰巧是取款车辆 取款后 离开银行的时间 此时 细心的侦察员 察觉到了一个 很奇妙的现象 没有看到取款 甚至两辆车 没有直接碰过面 那么 嫌疑车辆是如何知道 取款车上有巨额现金的 很准确的 它并没有在银行出现 它这么准确的出来 但是考虑了 看了银行附近有一个人 然而 负责调查银行周围 可疑人员的侦察员 立即否定了这一猜测 并非常有把握的断定 在银行周围 所有的监控中 根本没有可疑人员出现 侦察员紧接着分析 为什么有作案嫌疑的 东方轿车 在前一天晚上 仅仅能看到一个 下口记录 随后便消失在 夜幕之中 随后 侦察员在进一步 对车上的会计科长徐某 会计王某 和司机门某 进行询问时 发现了一个不经意的细节 比如说 第一个呢 一个是取得现金 现金这么多的情况下 这个驾驶员应该是来说 应该是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坐坐车门啊 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你要是坐车门 这是应该必须的吧 一般的车 现在的车 东库 你能把前面锁哈 不让外面进来 专案组通过种种迹象 大胆的提出了一个假设 此案又内鬼 并且很有可能是银行 或取款公司的内部人员 精心策划的应该经济案 否则 劫匪不可能如此轻松的 将103.6万元现金劫走 可是令侦察员感到棘手的是 迄今为止 还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可以证明 这个猜测是成立的 甚至一直在视线当中的 紫色东风轿车 也仅仅是怀疑对象 下一步的侦炮工作 又该如何展开呢 安静的油厂 某公司财务人员正常取款 忽然被解 毫无迹象的案发 劫匪为何能准确找到 解款车辆 诡异的行程路线 蹊跷的作案手段 犯罪嫌疑人如何躲过监控探头 警方调查面临重重困难 百万劫案 天网暗幕正在播出 2013年9月11日上午 山东省东营市 发生了一期抢劫案 飞抢金额达103.6万元 当地公安迅速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件进行侦破 然而令他们感到蹊跷的是 这起案件当中 似乎有太多的巧合 侦察员敏锐地感觉到 这起抢劫案 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几案 一想从一开始取款的时间 他走 他走的时间 我们还调取了银行附近 银行附近的监控 并没有发现这辆车 那他是怎么知道 这辆车 离开的时间 包括它的路线 就在这时 紫色东方轿车 在抢劫案发生后的行车路线 引起了侦察员们的注意 就发现这个车 远荒航路 远路返回来 到荒航路 它右转的时候 这是我们能拍到的 发现这个车 右转 9.48分 小南 到赫子路的时候 是9.50分 但是呢 你看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是9.50分 然后呢 到点长的卡扣 是10.07分 侦察员发现 紫色东方轿车 在17分钟内 按原路 是上高速 这其中巧妙地躲避了 东营市城区内的 多条 装有监控摄像头的街道 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 监控画面之内 只是无法躲避 上高速前的最后一个 出城必经的监控卡口 并且车辆的行驶时间 也让侦察员 紧绝起来 这12公里的距离 对于侦察员们来讲 再熟悉不过了 东营市道路很宽 交通压力相对造小 在正常情况下 通过这12公里的距离 最多只用10分钟 而东方轿车却行驶了17分钟 侦察员猜测 他有可能劫匪在抢劫完成后 将车内财物在某地进行转移 随后才驶上高速 如果侦察员的推断正确 那么就可以说明 质量从外地驶来的东方轿车 在东营市内有人接应 并且缜密地按照 事先计划好的行车路线 精确掌握取款时间 巧妙地同其他路段 对受害车辆进行跟踪 实施抢劫后 绕开监控摄像头较多的路段 再将现金转移以后 离开东营市 你看这辆车 之前并没有来过的 这辆车之前并没有来过 10号晚上的21天29天 才开始趋劲 22点29天到东 他没有事先猜点 事先有毛的机会 但是他那边 从卫房过来的人 有什么条件能获得 这么一打开的区块 今天这么准确的时间 并且是第一笔 越来越多的线索 让这起抢劫案 有了一个清晰的指向 内外勾结 内部人员参与作案的 可能性极大 巧合的东西太多 要么是银行有内鬼 要么是他本事公司有内鬼 就是这几种情况 于是侦察员兵分几路 从紫色东风轿车 消失的路口向外扩散 寻找可能绕行的道路 果然在一个村庄内的 商铺设想所内 发现了这辆车的踪影 在仔细分辨监控录像后 侦察员发现 此时的东方轿车内 只剩下司机一人 很有可能 这笔巨款依然在东营市 这也更肯定了 有内鬼的猜测 但是内鬼到底是谁呢 安静的油厂 某公司财务人员 正常取款 忽然被劫 毫无迹象的案发 劫匪为何能准确找到 几款车辆 是谁 巧妙的在案件当中 左右斡旋 顺利抢走百万现金 证据确凿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 终被警方识破 百万结案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3年9月11日上午 山东省东营市 发生了一起抢劫案 被抢金额达103.6万元 专案组在经过多方取证后 推断 此案应该为内外勾结 内部人员参与负案的可能性极大 很快 侦察员再次走访了取款公司 对每个月的取款流程进行核实 并详细了解 都有谁知道 第二天要取大额现金的消息 因为这公司做计划 9月10号 从公司总领域到办公室专业到财务可能到出纳 包括到司机 或者到取款的可能或者取款 或者某些地方能暗示到取款的人的时候 一直到银行的快速可能 我们都做很注意的调查 侦察员通过秘密调查了解到 知道公司当日取百万现金的人员有 会计主管徐某 会计王某 司机门某 专案组大胆的猜想 倘若有内鬼 那么内外勾结的内鬼 很有可能就在他们当中 会计王某今年22岁 是刚刚走出校园的大学生 通过调查 王某的社会关系非常简单 并且在公司还属于实习期 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 侦察员再次排除了王某的嫌疑 那么剩下的只有会计主管徐某 和司机门某 据了解 公司每次取款 都是徐某亲自带客套银行 并且这一惯例 已经保持了很多年 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或是你们 这个取款在公司内部 有没有想起他们讲过 这个理念主义 这个团体通来不讲 当然是大个的取款 还是小个的取款 通来不会对他们讲的 司机门某 在公司任职三年 平日里为人和善 收入稳定 无不良示好 有些沉默谎言 不擅长与人交流 在随后的调查中 侦察员也证实了这一点 平时不得说话 然后 比较内向 听说那 言训他应该是比较谨慎 然而 就在侦察员对门某 进行进一步调查时发现 看似本分的门某 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 发现他还有一个 不太畅用的手机号 平时这个号 很少用 就从10号那天 开始打电话 这个手机号 立即使所有侦察员 都兴奋起来 随即 立即调取了 门某手机号的通话记录 按照侦察员推断 倘若门某 在9月10号这一天 与会计主管徐某 有过通话 那么 两人同伙作案的嫌疑 将上升 10号晚上的住店 他和一个 也是个药物灵的手机号 通话 通话是190秒 他出交点 门某并没有与会计主管徐某联系过 这个结果是令所有侦察员 都出乎意料 而复现在侦察员眼前的 是这个公司的另一名司机 多一名 也是他们公司的一个临时工 他们的关系比较好的 经常在一起 吃饭什么的 等领导的时候 或者说是等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在一间房子里 这个发现让专案组 有了新的方向 随即对魏某进行调查 侦察员获悉 门某与魏某 平日里关系较为亲密 虽然在工作之余 并不经常联系 但在工作时间内 两人几乎同职同住 很快又有一个新线索 反映上来 就在案发前的9月10号 魏某曾与门某 在单位停车场 交谈过15分钟 而这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与此同时 魏某的通话记录 被调取出来 而这份话单 几乎锁定了 门某与魏某串通作案 对公司取款车辆 进行抢劫的犯罪事实 有为防 好的那几个号码 平凡联系 你看我们这个 端按车辆 很轻轴 出发的 晚上9点 9点29 然后10号 又回到一方 进去呢 10点钟通话的时候 这个司机 10点钟通话 端按车辆 晚上的10点 刚好下高所 下班高所 然后这个 魅被交这个号码 也没通话的 他被交这个号码 就是杨无令的被交号码 和魏某的记得号 都没通话 11号上午 10点07分下高所 11点零分下高所 就是杨无令 这个号码 和魏某连信的两号 都关键了 紧接着 侦察员对取款车司机 门某进行询问 面对铁衣般的事实 很快 司机门某的心理防线 瞬间崩溃 他没有想到 司机和司机魏某 精心策划的一起抢劫案 仅仅过了不到7天 就被东营警方侦破 面对审讯 门某如实交代了 自己与魏某 或同为方张某 王某 对公司取款车辆 进行抢劫的犯罪事实 犯罪嫌疑人 门运员 现年37岁 魏强 现年25岁 两人因职业相同 长期在一个单位开车 而关系密切 一次偶然的谈话中 魏强得知 每次公司取款 都是门运员开车同网 随即产生了 响急的想法 门运员在金钱的诱惑 和魏强不断的怂恿下 将公司的取款时间 和行车路线 提前告知魏强 魏强一检牌 微方老家的张某和刘某 让二人 于取款前一天 开车至东营 并巧妙地躲避了 监控摄像头 在门运员的配合下 魏强开车 在没有任何 尾随迹象的情况下 顺利将取款车辆截止 之后 每人分得25至30万元 不等的赃款 门运员魏强等人 原以为 这场戏演的偏移无缝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用了七天 东营警方就看穿了 他们的把戏 将他们一举抓获 我的嘎 作为一个大尉来讲 总有这么多的现金 如果不是这个死纪装饭 如果让别人盯上 装饭 怎么办 所以这个事情 作为社会有关部门 特别是 关钱 关屋的这些单位 自身安全 方法 太能了 人月黄昏后 携手上茶楼 若如此 街头跌势 谁来出手相救 飞飞鸽 追胆托 进到警察 手发抖 男人桃花运 为何引发致命情仇 一张怎样的面孔 藏在微信背后 摇一摇 天花凡目 近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